谁是你心中第一位穷女郎 是美眼传景的陈红 美丽逼人的林青霞 还是灵气十足的蒋琴琴 可能更多的观众会说是 泪眼皇后刘雪华 不仅她最符合穷妖剧中 要求的所有悲情气质 而且她戏外的人生也非常坎坷 比穷妖剧还离奇 她遇人不输 因为渣男流产导致不孕 中年收获真爱 丈夫却离奇死亡 留下她一人孤苦伶仃 大家好,我是游二 今天让我们走进刘雪华的世界 1959年 刘雪华在北京出生 五岁时跟随父母移居香港 父亲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 为人传统孤伴 家教吉言 刘雪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性格上较为叛逆 她的性格注定当不了文静的小女生 逐渐迷恋上了演戏 有时候她会在公车上表演身体不舒服 会吸引到了其他人的注意 刘雪华就暗自欢喜 感觉自己很有演技 可以骗过许多人 但是在刘雪华的传统家庭中 演员根本不是一种体面的职业 父亲坚决反对女儿抛头露面的这份梦想 1979年 19岁的刘雪华不顾家人反对 考进长城电影公司 走上演艺之路 她先后出演了情不自禁 通天灵际 白发魔女传这些影片 不过到底是新人 没见起什么水花 那时的她事业没起色 家人不理解 观众不满意 家人希望她试过演员这条路就好了 现在可以放弃了 但刘雪华身上有一股子倔劲 别人越是叫她回头 她就偏步 正因为她的坚持和执着 终于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1983年 她与亚洲电视台合作 主演了电视剧《少年慈禧》 这引起了琼瑶的注意 于是琼瑶抛来了橄榄枝 力要她出演自己的首部 小说改编剧《几度夕阳红》 事实证明 琼瑶看人的眼光的确很厉害 刘雪华将李梦竹演得深入人心 在台湾掀起了收拾狂潮 此后 刘雪华就成了 琼瑶的《清定穷女郎》 出演了多部《琼瑶剧》 她是烟雨萌萌中的陆一萍 她是庭院深深历的张汉烟 她是在水衣房中的杜小霜 她也是雅气中的方依依 琼瑶剧里有大量的哭戏 哭下的唯美 对哭的精准拿捏 是穷女郎的必修课 而刘雪华的哭迹 让越人无数的琼瑶都惊叹不已 因为刘雪华可以镜头跟到哪里 眼泪就落到哪里 琼瑶给她的评价是 我没遇到过第二个刘雪华了 因为哭戏实在是好看 刘雪华还被观众 写了个泪眼皇后的外号 她也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自己从来不知道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哭吗 都是不一样 原来我后来才发现是 我的眼泪比别人大磕 所以我哭一滴眼泪 人家可能要哭三三四滴 你才看得到 那我那一滴就很清楚 而且有声音很重 因为我的眼睛可以 唇到满了以后才掉下来眼泪 当时刘雪华事业上顺风顺水 可她的人生比电视剧更跌宕起伏 她在戏中坎坷的情感经历 也延伸到了戏外 1990年 30岁的刘雪华在单元剧 《风力的爱》中 结识了刘德凯 刘德凯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非常迷人 两人因习生情 一天 情场老手刘德凯对她说 我喜欢你 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 在那个年代 这种大胆直白的表达 是一件让人害羞的事 又非常有诱惑性 刘雪华瞬间就情感沦陷了 于是两人成为当时著名的双流配 可她不知道的是 刘德凯是个有父之夫 刘德凯已隐婚15年 还生下了三个孩子 刘雪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小三 刘德凯的妻子叫王景平 是一名配音演员 两个女人都被刘德凯伤得很深 后来刘德凯已一纸离书 哄回了刘雪华 当时刘雪华被刘德凯勤 牢牢缠住 不能自拔 1996年 37岁的刘雪华怀上了孩子 她以为风流的刘德凯以后会收心 刘德凯也承诺 会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可后来 刘德凯去法国拍戏 移情别恋 娶了小23岁的法国女孩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刘雪华魂不守舍 心慌意乱 以至于在浴室摔倒 不胜流产 因为胎儿过大 虽然紧回了一条命 但这次严重的事故 让她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休养期间 刘雪华每次站在阳台上 都有一跃而下的冲动 之后的两年 刘雪华黯然吸引 默默舔事情伤 总算是走了出来 多年后再谈起那段感情 她已经释然 说如果没有分开 也不会遇见后面的幸福 她指的幸福 就是她的老公邓玉坤 分开会有一些不甘心 因为七年 六年还是七年 反正蛮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分开得很突然 那有不甘心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既然分开我就分开了 只是我不愿意再谈这个人 为什么你说 当时我几乎连谈 我都不愿意谈他 那现在我能接受 其实我现在心里 多少对他有点感激 没有他提出分手 我们可能就这样 混过一辈子 我就碰不到 我现在这个男人 1999年 在佳人的劝说下 刘雪华前去上海 度假散心 一次聚会 和编剧邓玉坤见面 他曾经是 包青天的编剧之一 两人都经历过 感情上的挫折 两人相见 感觉很好 如沐春风 我受到她的电波 她第一天看到我 那个眼神 我就知道她喜欢我 而且 我也回了给她一个 因为我觉得男女 之间是有感觉的 如果你讨厌这个人 她一定知道的 没有硬追这回事 你不给她机会 她没办法追得到 聚会结束 邓玉坤送了刘雪华八个大字 冰心胜雪 春恶其华 形容刘雪华的美好 我说刘雪华 你等我五秒钟 我送你几个字 我就旁边是工作间 我就在工作间里 写了八个字 送给她 冰心胜雪 春恶其华 邓玉坤虽然不帅不高 但是温暖专情 这才是刘雪华真正看重的 1999年9月19日凌晨9分 勤到农处陈自然 两人正式喜结联礼 1999年9月19号凌晨9分 结的婚 结的婚 那一年 刘雪华40岁 邓玉坤比她大了整整13岁 这种年龄差让很多人都觉得他俩长久不了 可他们婚后把日子过得恩恩爱爱 因为刘雪华喜欢住上海 邓玉坤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房产 搬到了上海 两人性格很互补 刘雪华不喜欢生活中的琐事 不会上网 不会下厨房 邓玉坤喜欢装修 养花 两人生活很合拍 很互补 他们婚后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刘雪华和邓玉坤的一双儿女 相处得轻如母子 结婚12年相爱如初 老公宠妻如命 上天总算待她不保 然而天不遂人愿 2011年 邓玉坤突然不幸坠楼身亡 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议 对死因众说纷纭 是自杀还是意外 您能跟我们说什么 当时是 您知道的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我11点多我就睡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 是半夜4点钟 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不在床上 我就跑出来客厅找她 一看沙发上也没有 然后我想 难道她出去了吗 所以我就打她手机 没人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窗帘飘飘的 纱窗也打开了 一个花盆呢 就放在地上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一直心里面 最不服气 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不相信她自杀 没有人自杀 会把那个花盆拿下来 踩个小板凳下去 那一副就好像是 她要去踢什么东西 然后她待会要回来的时候 不会踢到花盆的感觉 最后警方查识 就是邓玉坤 因上楼调试卫星天线 突然坠楼身亡 这是一个意外 穷妖剧都不敢拍的 荒唐情节 居然火生生 发生在了刘雪华身上 这让刘雪华很长时间里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在葬礼上 她一直说 我到现在 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心里只当她去旅行了 言辞之间 难言哀动之情 为了不沉浸在《丧妇之痛》中 刘雪华立刻猛接了很多片子 让自己进入别的角色 因为当自己太痛苦了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工作 工作不能停啊 我说我不能倒啊 然后就马上倒计足 我就那几个月不停地拍戏 就这样过了 如今的刘雪华已经60多岁 仍旧活跃在荧幕之上 年轻经历情节 终年痛失爱人 生活的磨难 将这个穷妖剧中 梨花待遇的柔软姑娘 深深打磨成一位坚强 通透的成熟女人 半世沉浮 她更珍惜当下的时光 我是永儿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